那么同样评估谁来组织最后形成的报告是怎样的 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它的工作原则上 主要说的是原则上是由施工单位来负责 你想一下这个总体评估用施工单位来负责 这个也不太现实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多过活动的方案 是吧 所以一般来说总体评估这是谁来做啊 建设单位 那么专项评估 谁承担哪个段 谁就承担这个地方的专项评估 所以说是由合同施工单位 由合同施工单位来进行的具体实施 当然评估的报告内容跟我们刚才一样的 评估依据评 评估概括 评估方法 评估步骤 评估内容 评估结论 对此建议 这是我们评估的具体内容 在实施要求上面 专项评估达到了三级级以上的施工作业活动的风险控制 还应该符合下面规定的第五点 当专项风险等级达到了四级 就极高风险 三级是高风险 四级是极高风险 而且无法降低的时候 我们必须提高现场防护标准 落实应急处理措施 然后评情况 开展第三方的施工监测 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的 那么不得进行施工 不得进行施工 第二公路桥梁和隧道工程施工的安全风险评估应该遵循的是动态管理原则 评估工作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是属于动态 是个所谓动态 也是随着我们具体的工作的进展情况 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 那么我们需要对这个项目进行重新评估 比如说工程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发生的变化 还有工程地址水文地址发生的变化 和施工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 好了这都是要进行什么 重新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个前提 那么这里面呢 你其实就是两个方案两个地址加一个队伍 是吧 两个方案就是设计方案施工方案 两个地址是工程地址和什么水文地址 再加一个队伍呢 就是我们施工队伍 如果有这五个当中的任何一个发生的变化 那么就要重新进行风险评估 第三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费用 评估的费用 还是从项目安全身份也是技术 这个跟我们前面的高速路 这个高边坡一样的 好了 再来看我们EB432014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事故的报告 那么这个事故的报告 今年呢也有变化 主要是删减了一些内容 然后呢有新增的内容 事故分类和等级 我们先说分类 然后再说等级是吧 企业职工伤网事故的分类 我们事故类别呢 有20类 有20类 有什么呢 这个要记住 这个是在考案件当中 他怎么考的呢 我们先说这20类是吧 怎么考的 他其实就是在一个背景当中呢 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背景描述 然后问这个背景当中呢 可能会出现哪些安全事故 哪些事故类别 那么有可能是什么 那物体打击第二个车辆的伤害 那物体打击就要看一下 像我们物在现场上面 有没有不安全的一些现象 比如说某个东西不稳固的情况下 那么有可能掉下来 那么存在物体打击 还有出现了车辆的伤害 还有机械的伤害 是吧 起重的伤害 所以这里面就是什么呀 三个伤害 这个你可以按照这个思路 车辆机械起重伤害 然后呢 触电 还有啊 被电 触电 还有啊 严厉 严厉般来说 就是在施工现场当中 比如说有一些 我们的比较深的取水 那个取土坑 但是已经关满了水 但是周围呢 没有相应的防护设施 是吧 那么在这个当中 有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 就是什么 被严厉 是吧 还有呢 就是在我们架桥施工啊 容易出现什么 严格现象 还有 灶烫 火灾 火灾 最主要是我们在现场当中 有一些关于火灾的问题 高处坠落 坍塌 像隧道里坍塌 茂顶片帮 是吧 这个都是隧道里面 还有呢 透水 还有放炮 火要爆炸 瓦斯爆炸 等等这个都是隧道什么呀 我们隧道当中 沟漏爆炸 以及容器爆炸 其他爆炸 是吧 这里面有很多跟爆炸有关的 火要爆炸 瓦斯爆炸 好 你把爆炸的也可以 把它放在一起 这样能够分别的记忆 当然还有中毒和窒息 比如说挖到有毒气体的 或者在我们的隧道当中 出现一些瓦斯啊 是吧 没有急使通风啊 都有可能了中毒 或者是窒息 或者是我们通风设备 出现了故障 好 问可能会出现什么事故 那就可能出现什么样 中毒和窒息等这些 好了 这些你要把每一个大概稍微的想一想 在考试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考我们的那些案例题里面 让你回答有可能是什么事故 好了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事故等级了 我们这个公路工程的安全事故等级呢 他说了 根据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和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一般分为以下三个四个等级 有一般的 有较大的 有重大的 和有什么特别重大的 那四个方面 其中判断一般较大重大的判断指标 是三个指标 就是你的死亡人数和重伤人数和经济损失 这个我们在法规里面老师肯定讲过这个内容 其实讲的方法不管哪个老师来讲 基本都是一样的失落 你要判断这三个指标当中的每一种情况 它可能的事故 那么死亡人数是三个数字 三十 三十是吧 三个人 十个人 三十个人 那么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 那么三个人以下的就是一般 三个人到十个人是较大 那么十个人到三十是重大 三十个人以上的是特别重大 是吧 同样重伤是十五十一百的重伤人数 基纪损失是一千万五千万和一个亿的人 一个一个亿 当然了 我们在三个指标判断出来的不同的安全事故等级 最后去什么 去最严重的 比如说我们死亡人数死了五个人 那么这里就是较大 对不对 较大 然后呢 重伤呢 有八个人重伤 所以这就是一般 如果经济损失呢 这里面呢 是有六千万的经济损失 那么这个就属于什么了 就属于重大了 所以这个较大一般重大 最后的事故等级是属于什么 属于重大安全事故 重大安全事故 所以这个判断 其实很简单 好了 第二个呢 就是事故报告 一旦事故出现了以后呢 当然我们现场的人员呢 马上要向我们的 单位的 负责人进行报告 所以说呢 要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负责单位负责人报 接到报告后呢 应该在一个小时内 要向事故发生的 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 是吧 的监督和部门 和服用安全事件的监督部门 进行报告 就是我们单位的负责人 在一个小时内 当然在紧急情况下 特别条件了 并不是一定要先报 给事故单位 或者事故责任单位 如果在紧急情况下 事故现场的有关人员 是可以直接向我们的 事故发生的 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和服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 有关人员进行报告 当然这个是在紧急情况下 我们可以直接越级上报 直接到身上去报 是吧 报告的时候呢 主要报什么呢 报告的内容 报告内容 报告内容包含了 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就是这个单位的基本情况 介绍 而事故发生的时间在哪 是吧 时间是什么时间 在哪发生的 以及现场的情况 事故现场情况怎么样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还是说所谓第三点 就是事故的检查经过 是什么原因呢 是吧 最后导致一个基本情况 做检查经过介绍 当然第四个就是 事故已经造成 或者可能造成的伤网人数 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 和初步估计的 直接进去损失 是吧 做一个统计 做一个分析说明 因为你在上报的时候 可能领导 可能更关心的 就是我们目前 现场的一个伤网情况 怎么样 便于后续该采取 怎样的一个措施 是吧 所以这里面 当然还是关心的 你们已经出了这个问题之后 事后采取了措施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报告的这个内容 是这五个方面 当然还有其他的报告 其他的情况 你都可以写上去 好了 考试考什么题 这个是考我们的补充期 是吧 考补充期 第三四个报告 后来出现了新的情况 那么要及时补报 及时补报的这个时间 主要是在什么 事故发生至起 三十天内 这个在法规里面呢 我们是也是有明确规定的 三十天内 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 发生了变化的应该及时补报 三十天以内 那么这个一般的说 考这个点呢 主要就是说的 比如说我们当时判断出是一个什么情况 是一个什么等级的一个安全事故 但是如果在后续三十天以内 如果说有重伤人员 久之不遇的话 那么最后出现了死亡 那么这个死亡人数就会增加 那么一旦增加了以后呢 那么你的安全事故等级就发生了变化 那么在处理这个事故问题的时候 那么处理的上面的单位是吧 就有点不一样 是吧 你就要上报到什么程度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三十天的主要是 通过这个来判断 我们的事故等级的一个改变 那一个改变 那第五 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 接到事故报告以后呢 应当立即启动了 我们的预案 一定要立即启动 我们前面不是专门 编写楼 我们综合运居案 专项运居案 或现场处置方案 那么针对我们这个事故 马上要启动运居案 好了 这是安全事故 安全事故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EB432020 公务工程质量管理的相关规定 公务工程质量管理相关规定 这里面呢 今年呢 也是做了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个质量事故等级 那质量事故等级进行了调整 那么这个以前 我们这个质量事故等级的发分呢 是按照我们1990年的一个文件来发分的 那分为什么质量问题啊 一般质量事故 或中导质量事故 但是今年呢 这个是按照16年的 文件来发分的 所以这个就发生了变化了哈 好 根据直接经济损失和工程结构损质情况 根据损失和损质情况 这两个方面 我们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为 好了 特别重大质量事故 重大质量事故 还有呢 较大质量事故和一般质量事故 四个等级 那四个等级 直接经济损失是在一般的质量事故以下的质量问题 直接经济损失是在一般的 以下的那就是质量问题了 那么这个质量问题一般是多少吧 就是在一百万以下的 一百万的直接经济损失是吧 一百万以下的 那么都是属于什么呢 就是属于质量问题了 这是我们今天新增的 就是说分哪四个等级 当然我们应该重点掌握的就是说 你如何来判断我们这个质量事故是属于哪个等级 这个才是关键 所以我们掌握的是关键是这个判断依据 因为考试的时候 选择题考核 案例题考核都是一样的问话 他都是把经济损失情况和 然后来这个结果垮发情况来做一个描述 然后问这个是什么质量事故 所以说这个里面在掌握的时候 我们先说从经济损失来看 有一个一以上的 有一千万到五千万的 有一百万到一千万的 如果从经济损失来看 我们就可以按照我刚才跟你们讲的一种方法 比如这个是一个一 这个是多少万五千万的 这个是一千万的是吧 然后这里呢 还有一百万的 一百万的 一个一以上的是什么 特别重大 二一个呢 是什么呀 重大 第三一个呢 是较大 然后呢 第四个是一般 最后一个呢 一百万以下是质量问题 是吧 质量问题 所以这个你还是按照这个思路来 是吧 在一个线条上面呢 标出我们这个 经那个经济损失的 这个凝聚点 一个亿上的特别重大 一个亿到五千万的是重大 是吧 好了 这个做一个判断 按照这个事故来掌握它 另外一个 从结构垮塌来看 我们来看 重大质量事故 是指的特大桥的主体垮塌 特大 还有特长隧岛 那么特大桥 主要说的是跨境在一公里以上的 桥长是在一公里以上的 还有特长是在三千米以上的 是吧 这个是一千米以上的 以及大型水运工程的主体结构 出现了垮塌 而较大呢 是指的高速公路 你看到没有 又是高速公路的中桥和大桥 主体结构出现了什么呀 垮塌 大桥中桥 这个是指的我们 像我们特大桥呢 是指的一公里以上的 大桥呢 是一公里到一百米 然后呢 中桥是一百米到三十米的 是吧 然后三十米以下的呢 就是我们的小桥了 是吧 三十米以下 好了 主体的中隧道 那么中隧道是多少呢 就是我们五百米到一千米的 这种 然后呢 长隧道是一千米到多少 三千米 也就是五百米 到三千米 这个范围的隧道的结构垮塌 还有陆基 整个行车道 整体出现了华宜 那么这个也是属于较大 资料事故 一般资料事故呢 当然就是除 高速公路以外的 其他的中桥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大桥 或者是中隧道 或者是中隧道 长隧道的垮塌 这些 所以大家总的呢 是看这个 考试的时候 可能是以这个为主 好了 我们再来看 EB43-2022 公路工程资料事故的管理规定 那这里面第二个 公路工程资料事故的报告规定 刚才是资料事故等级是吧 这是报告规定 那么这个报告规定里面呢 第一 公路工程资料事故报告的 报告责任人 有责任人 就在什么阶段 出了资料事故该谁来报告 是这个意思 第一个工程项目 在交工验收前 交工验收前是谁来报告呢 因为在交工验收 是施工单位 在正在做 所以肯定是施工单位 来进行报告 但是通过交工验收 到缺陷责任期结束 这个时间段 已经把这个交给了 我们项目发生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由负责任项目 交工验收的管理的 交通主管部门的 明确项目的 由谁呀 建设单位 或者是管养单位 作为工程资料事故的报告责任人 就说这个是由 交工验收以后 到缺陷责任期 就是由建设单位 或管养单位的负责 对资料事故进行上报 就是这个责任者 第二个公路工程资料事故 报告的相关规律 该怎么报 比如说一般资料事故 以上的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有一般较大 一般的或较大的 那么这个呀 工程资料事故 均应该上报 报告的时候呢 是应该在什么呀 事故报告 应该在两个小时内 要报告 对到这个是两个小时 刚才安全的 就是说我们应该在 一个小时内 两个小时内 核实和汇总 并向负责项目 监管的交通主管部门 和工程资料监督机构 进行报告 那么对于重大 及以上的人 重大 或特别重大 是吧 以上的 那么 由省机交通主管部门 应在两个小时内 也要进一步的核实 核实以后呢 要马上上报 交通运输部的应急办 还有部工程资料监督管理部门 就要向谁报告 第三个特别重大资料事故 特别重大资料事故 应该是由交通运输 这个应急办 应急办 向汇总部工程资料监督管理部门 像谁呀 像国务医院吧 你看 特别重大 就要报到我们的国务医院去了 对吧 那你想一下这三个 一般级上的重大 还有外我们特别重大 他其实在考的时候呢 主要一个是考这个时间 什么时候 是吧 要核实 二个呢 主要是我们应该马上向谁报告 因为刚才你前面要做出判断 是谁哪一种这个资料事故 然后紧急到后面肯定要问 该怎么去报 应该报个谁 应该报个谁 他肯定是考改错的 所以这个点呢 是我们今年一个新增的内容 好了 那么这个第三章法规与标准内容呢 我们也就介绍完了 那么这个内容介绍完以后呢 整个我们工程工程实务的整个金奖和的内容呢 我们就全部介绍完了 那么我们大概花了将近25个小时是吧 就是20到25个小时 这么一个时间来给大家把整个教材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梳理 当然我们不能做到面面俱全是吧 可能还有一些知识点需要大家自己下去看 我们只能站在就是说在这个内容当中啊 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需要给大家做解释分析的 那么做到详细解法 那么那些详细的内容也需要大家逐字逐句的去看 当然前提也是在把我们讲的内容把它搞懂之后 再来去看详细的内容 毕竟我们在讲的内容在考试的时候 它设置的分子相对说比较全面 然后呢一些小的问题呢 那么可能在出的一些很偏的一些角落处 因为每年都有这种就是说出一些非常偏 大家平时都没看到过的 那么这段情况主要是通过这种拉分的 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太多的内容 我们没生气看放弃这些内容 当然不行 因为我们考试的意见当中啊 经常差一分差两分的这种现象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大家看得越细 在你时间与容许的情况下看得越细 那么你就比别人可能多个一到两分 那么你就可能比别人呢胜出 所以说希望大家呢 要认真按照自己的时间和学习方法和内容呢 认真去看 好了我们整个经济介绍就介绍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